講述中國眾名維權律師高智晟故事的記錄影片 超越恐懼 15號晚間在曼哈頓夏東全的電影資料館放映 觀眾深受觸動 請看本臺記者來自紐約報導 高智晟從陝北農村走出 成長為中國十大優秀律師 卻因為挺身維護正義遭到殘酷迫害 影片從高智晟和家人的經歷揭示了中共殘酷的迫害系統 2009年高智晟向當時的執政者胡錦濤和溫家寶發出公開信 呼籲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和酷刑 被警察綁架遭到報復性迫害 他也受到了同樣的酷刑 就等於就是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親身的這種受苦 證明了他所說的一切 證明了就是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一切 是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 但是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需要 讓人們就世界上的人們所知道的 他在影片中敘述了警察強迫他寫悔過書 要他承認關於法輪功的說法是不實的 必須承認法輪功的問題 影片放映結束 全場觀眾鼓掌感謝 觀眾中有律師 也有電影製作人 學者彼得西維斯特里感到 高智晟有強大的人格力量 但需要中國更多的人全面覺醒 情況才會改變 他也反思美國應該做些什麼 透過影片 觀眾對於仍被關押在監獄中的高智晟 致以最深的關切和敬意 電影放映結束了 高智晟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觀眾們深受震撼 他們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這部影片 關注中國的現狀 這是新唐人記者李大宇在紐約的採訪報導 還有兩人記者 雅尼之族 融結束 雅尼之族